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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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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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调动了对方 国际肩炼这些巡回赛 匈牙栗战 女单决赛的情况 好球 大家看到刘诗文的这个机球动作短 力的时候出界了 赛的总奖金呢是三万五千美元 李小霞郭艳刘诗文 另外呢说五阳 没有晋级四强 赋予了许欣 许欣呢在半决赛当中呢 以两分的这个 准备不足 好球 反手连续发力 诗文拿下第二局 感谢 感谢 哎呦漂亮 那么这局呢 对于刘诗文强势的这种发力 郭艳是比第二局出 这球刘诗文是发了一个逆向旋转 在中间位发球 好的 哎呦漂亮 反手给直线 就是反手的这个得分率 现在并不高 用正手来侧身 好的啊 这个球流 是否选择了 上全球测身 但是测的有点晚了 如果前面 根据战术的需要 能够及时的 转变 要均衡 要均衡 哎 丢分 愣的情况 在十字号教练呢 也总结了 2011年女队的情况 应该说 他特别提到 中国女队 整体的实力 好球 哎呦三局是郭彦 2比1领先 慢的发力啊 它加强了摩擦 加强了球的旋转和质量 所以这个球过去啊 就是 哎呦 开始一板比一板慢 显得有些宝 再打造一个精英的团队 好球 起比5 刘诗文拿下的第四局 双方在前四局内 打成了2比2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匈牙力战公开赛 女单的决赛 所以今天的比赛可以说每一板球啊 大家都是倍感珍惜 那么从速度上面 刘诗文呢 稍占一点优势 因为他动作小 就是郭彦在正手位上线球的处理上 他以以带 以连续为主 但是如果说第一板 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现在双方在第五局打成四平 通整个局面 还是正手 现在刘诗文是8比4领先 他没办法 现在刘诗文是8比4领先 现在刘诗文是8比4领先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第五局的9比6 这局很明显就是两个高水平的运动员 在前面呢 11比6 刘诗文胜了第五局 在前五局比赛当中呢 打成了3比2刘诗文领先 我们接着来看比赛 一旦出现明显漏洞 那这个比赛会 好的 哎呦 我今天正手是不是出毛病了 有问题了 那可能在机球的时候 因为平方球速度很快 稍有犹豫 当中他自己也能找机会发力 刘诗文在第六局是4比2领先 人情绪比较低落 真的是逐渐拉开 第六局打成了2比6 除了参加这一战 匈牙利战之外呢 在下周呢 还将继续征战斯罗门尼亚公开赛 追了上来 中文年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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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年轻 这样刘世文10比6 4比2的比分 战胜了郭艳 获得了国际平年街形赛 2012年匈牙利战公开赛 首战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我们也祝福了刘世文 同时也感谢他们在中节 到来之际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赛事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场 是杨也文姐说的 再见 请不吝点赛